拜登政府5月5日宣布 支持放弃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 以扩大全球范围内的疫苗接种 这是美国参与国际疫苗合作的一个重要举措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这是一场全球卫生危机 新冠疫情这一特殊情况需要采取非常措施 政府深信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 但要结束这场疫情 支持放弃对新冠疫苗的这些保护 声明还说 在保证美国新冠疫苗充足供应的基础上 政府将继续加大力度与私营部门 和所有可能的合作伙伴合作 扩大疫苗生产和分发 同时增加生产这些疫苗所需的原材料供应 根据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WTO领导人 本周敦促成员国迅速敲定一项协议的细节 暂时放宽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 以便消除发展中国家疫苗生产的障碍 该要求由印度和南非代表提出 根据WTO协商一致原则 需获得164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美国总统拜登5月5日确认 白宫将支持WTO豁免疫苗相关知识产权的提议 拜登政府宣布这一举措之际 数十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新冠感染率死亡人数飙升 疫苗供应远远满足不了需求 其中印度是目前的全球疫情中心 过去一周该国平均每天新增病例大约38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3500人 尽管如此专家们仍然认为 实际感染人数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 传染病专家几个月来一直警告说 允许病毒在任何国家无限制的传播和变异 都会对全世界构成威胁 因为出现的变种可能会对现有疫苗产生抗药性 这种威胁加上对人类生命的根本关切 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放弃对新冠疫苗 和治疗方法的知识产权保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